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 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 鑽水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 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雨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 天際 遨游 香港特別行政區 地處中國南部沿海 海洋賦予了它港口的使命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組成了它的陸地 山地 佔據了這裡一半以上的陸地面積 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我們的旅程將跟隨一群遠道而來的客人 用一場最熟悉的儀式開啟新的一天 在樓群裡 觸摸這座世界之港的金融引擎 再用最香港的方式重新啟程 滿載的貨輪已在海上航行數月 馬上他們就要到達此行的目的地香港 前方就是這座城市舉世文明的地標 維多利亞港 三面環山 這是一個擁有天然屏障的深水港 早在一千多年前 它就為頻繁的海上貿易 提供了安全的停泊處 雖然那時的人們只是在這裡躲避風浪 但這座背靠內地面朝大海的土地 注定不會平凡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近代史 記載著香港被迫割讓的屈辱 但是這個暫別的游子 從未離開過祖國母親的懷抱 也始終與祖國風雨同舟 血脈相連 一百多年來 在香港島樓群密集的海岸線上 這棟向海裡延伸的建築最為顯眼 它的名字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 就是在這片面向整個圍港的玻璃木牆背後 升起了回歸後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從那以後 在他旁邊的金子金廣場上 每天都會舉行升起儀式 如果仔細觀察 你會發現 升起的隊伍裡發生了一些變化 從2022年開始 隊伍的口令由英語改成了中文 人們的動作姿態 也從原來的英式 變成了灑爽的中式步操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第二十五年 因此在7月1日這一天 我們在城市裡遇到了很多次這個地方 這個數字 海上巡遊的漁船是25艘 出租車擺出的形狀是25 大樓上的裝飾也是25 年復一年 香港人總是用這種最朴素的方式 慶祝這座城市的新生 今天富裕發達開放高效 太多的光環早已蓋過了香港作為港口的屬性 人們介紹香港市也總會提起 它是與紐約倫敦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作為金融中心 香港的核心引擎就在眼前的這座大樓裡 北京時間九點半 股票 期貨 外匯交易在這裡同時開市 此時 紐約剛剛入業 倫敦尚在凌晨 全球的財富開始向這裡匯去 在接下來的五六個小時裡 所有投資者都會目不轉睛地關注這裡的每一個數字變動 借助港交所的玻璃木牆就能看到 在它的身旁是一片名副其實的金融叢林 全球排名前100的銀行中 有超過75家在香港開設了分支機構 中銀大廈用力學中最穩固的三角形搭建鋼架結構 不僅給客戶帶來了足夠穩定的心理感受 也大幅節省了建築材料 不論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憑藉著內地給予的大力援助 香港都安然度過了危機 那些問題是全球大陸 這片鋼鐵叢林 也不總是一副嚴肅的模樣 也不總是一副嚴肅的模樣 每晚八点 维岗两岸的建筑准时亮起 用灯光秀上演一场属于夜晚的浪漫 在这里有546座高度超过150米的摩天大楼 超过了纽约与迪拜之河 同样的楼群不仅成就了香港世界前列的金融地位 也赋予了它惊艳世界的绝美业境 密集的楼群中不仅有闪烁变幻的灯牌 更有写字楼还在工作的光景 正是这些打工人们的付出 让香港的夜景从星星点点汇成人间银河 面对这样的景色 难免会触景生情 只需要一枚戒指 一句发自内心的表白 这座城市早已为每一份热情和真心 准备好了最美的背景 沿着维多利亚港一路向西 码头的夜景是另一种风格 高峰时 平均每1.5秒 就会有一个集装箱 在这座码头完成装系 极致的速度让香港在业内 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捕石港 那些在其他港口延误了的货轮 总能在香港追悔一些时间 捕石港的诀窍 是码头仓库的多层设计 集装箱卡车可以行走在地面 也可以行走在屋顶 通过它们 货物可以直达货舱入口 大幅节省了装卸时间 香港既是亚太中心地区的枢纽港 也是内地进出口商品的重要转口港 等到货物完成周转 货轮们将从这里重新启航 奔赴远方 这一趟旅程从一条重新云集的 滨海小道开始 在庙街感受香港电影里热闹的烟火器 高楼间 年轻的火龙有着古老的舞姿 跑马场里 全力奔跑的脚步从未停下 钟爱电影的游客来到香港 一定不会错过星光大道 对他们来说 比道旁的维港美景更令人兴奋的 是能与电影明星的首映合二为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西方的工业化电影生产模式 与中国的故事和文化传统 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 让香港电影的名号 响彻全球 一大批走红的港星 也成为了内地和许多周边国家 家喻户晓的熟悉面孔 感受香港电影 有的人选择去电影院观看 有的人则更喜欢身临其境 这条不到四百米长的小街 聚集着大约七百个摊位 庙街是很多香港电影的取景地 但对香港人来说 庙街则是他们辛苦一天之后 最习以为常的深夜食堂 无论是白领还是打工仔 无论是年轻情侣还是老夫老妻 无论记忆的味道还是明天的希望 都在这简单的桌椅 三两小炒之间 回味得刚刚好 同样是香港电影中的传统内容 功夫也是香港人生活中 非常珍视的传统文化 几百年前 上午的客家人从福建广东来到这里 扎下了根 后来楼越修越高 人越住越密 有些武馆就开到了楼顶的天台上 虽然师父是兼职的 徒弟们也可能刚下班 或者刚写完作业 但只要打几拳来 每个人都能变成自己心中的侠客 天台的方寸之地 也随时都能变成古往前来 很多人都曾想象过的 那个快以恩仇 行侠仗义的武林 街头巷尾虽然狭小 却刚好装下历久的民俗 装下生活的烟火 中秋节假日是大坑火龙的工作时间 用武火龙祈福的民俗 在明清时期的广东一带 就已经被史料记载 与前辈们相比 这条年轻龙的目光显得更加锐利 他的眼睛使人们用手电筒制作而成 一百多年前的村落茅屋 早已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 但火龙的武姿却从未改变 人们依然踩着同样的步伐 护佑着城市的平安 楼群里同样不变的 还有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马场 从1846年起 赛马一直是香港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英谈判 有人曾经担心香港未来的命运 如今一国两制的实践 在香港取得了举时公认的成功 香港也从未停下高速发展的脚步 这一趟旅程 我们将近距离飞越香港最密集的楼群 探索这座城市利用空间的秘密 最后与攀岩者一起 登上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 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摩天大楼 有时用高耸入云来形容 也没法说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栋楼 在云上比比高矮 总让人们觉得舒心惬意 但在云层之下 人们生活的密度可能超乎想象 受限于山与海之间局促的土地 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得不足够紧凑 在这里 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 带塞下一万多人的衣食住行 香港人把这样的楼叫做牙签楼 空间有限 每一栋楼都要见缝插针 和这些建筑一起挤进去的 还有香港人节律而丰富的生活 菜市场 超市 餐厅就在楼下 或许还算不上稀奇 住在这里 从银行到医院 从图书馆到电影院 日常所需的所有生活 娱乐活动 都可以在步行十分钟内的地方解决 最大化利用空间的实验 无处不在 一个巨大的天井 够深 也够透进阳光 每一处楼梯的凹陷 可以是晒场 是花园 也可以是运动场 虽然人住的密会有些局促 但有时也能多认识几个好邻居 多塞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这片形似海边 归航回家的好心情 高楼间的缝隙 香港人修起了这条管道一样的廊道 它的里面包裹着世界上最长的户外行人电梯 超过800米的长度 让135米的高差变得轻松 有了它的助力 人们走路上下山的速度 比坐车还要快五分钟 路上的时间节省了 努力便可以加速 寸土寸金 可能还要加上寸秒寸金 白手起家 徒手攀登 香港人相信 这既是攀岩 也是人生 城市背后的狮子山 是所有攀岩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对攀岩者而言 最具挑战的或许并非陡峭石壁 而是身后极具压迫感的摩天楼群 他们随时都在提醒往来的攀岩者 这里是百米之上的险境 但只要不放弃 总能登顶 1972年 一部讲述香港草根阶层奋斗故事的电视剧 狮子山下 让狮子山成为了香港精神的象征 当城市与海湾的全景在面前徐徐铺开 站在狮子山顶的人从不甘于自身的渺小 他们知道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只要奋力攀登 就会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这一趟旅程从探索远古火山开始 看猴子们享受岁月静好 在跟随城里的人们一起跳入大海 海面上散落的岛屿 是一座远古火山留下的遗迹 一亿四千万年前 这片海域曾是一座直径超过18公里的超级火山 这些整齐的六角形岩柱 不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产品 而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 它们是在火山物质尚未完全停止流动式形成 至今仍保持着一万年前的刹那瞬间 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遗迹 大多处于人际罕至的地带 但这处遗迹离城是很近 于是香港人就把对生活的热情 认真地安放在他们不大却丰富的空间里 火山岩必须努力攀登 精闲的还必须行舟船过 别居一格的天然泳池也必须躺一躺 人们对待生活的认真劲似乎也影响到了猴子 城市隔壁的猕猴不甘于每天只是乘凉吃饭 它们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种难度极高的运动 跳水 把树枝当作跳板 起跳 落水 这个水花 不知道岸边的裁判会打几分 能够在忙于生计之外享受岁月静好 离不开有人尽心付出 在这片森林里 人们种植了约三十万棵适合猕猴食用的植物 让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人们把土地总面积的近百分之四十 建成了这样的郊野公园 对待自然 香港人一直都很用心 端午这天 世界各地的龙舟都在追求极致的速度 唯独在大鳄渔村 讲究一个慢字 盛大的龙舟巡游仪式中 速度绝不是首要目标 重要的是 龙舟一定要绕经每一条河道 像游地员一样将祝福派发给沿岸的村民 这里也依旧保留着香港的古老记忆 河道两旁是渔民们在两百多年前建造的传统民居 水上棚屋 在出行靠海的渔村里 退潮是大海对村庄实施的交通管制 也是渔民们悠闲生活的开始 生活是什么 是好好享用每一餐 感受浮面而来的海风 并且照顾好你的植物 就算住在市中心 香港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 这些深批保温坦的人们 并不是扮演黄金战士的群众演员 而是即将投入比赛的勇者 从香港岛到九龙 在两侧摩天高楼的注视之下 只凭个人力量横渡这片广阔水域 这就是拥有一百一十多年历史的维港渡海汝 这一趟旅程从一座海上的水库开始 拜访一位住在最高处的守护神 乘坐特别的交通工具 感受香港人多彩的生活 和从不改变的共同记忆 对于香港这个建在岛上的城市来说 缺少淡水是个致命的问题 1963年 香港曾出现过每四天才能供水四小时的极端情况 六年后 人们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岛屿间的缺口 而后建起大坝 这个深入山地的海峡 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 外移水库的修建 是为了留住来自祖国的东江水 为了支援香港 内地仅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 来自广东的东江水 不仅填满了外移水库 也占到了香港饮用水供应量的75%以上 彻底解决了香港受制于水的难题 不再担心缺水 几何感十足的防波堤 让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 但在香港 水并不总是温和的模样 更多的时候 它都来势汹汹 香港最高峰顶的大茂山天气雷达战 日夜守望着这座城市 小到一朵云的生成 大到一片云海的移动速度 最短每隔六分钟 它就会把天空的细微变化上传至网络 为香港提供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高精度天气预报 在台风多发的季节 每当气象站发布8号或以上的台风预警 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员工回家提前做好准备 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降雨 解决这些雨水的办法藏在底下 拥有六万立方米容量的跑马地地下旭红池 只是冰山一角 它与城市里的下水管道相连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排水系统 一旦遇到极端天气 太多的水也会瞬间把下水道灌满 无法立刻排出的水就会暂存在这里 防止地面被雨水淹没 水库 大海 还有像这样的地下蓄水池 水的去处多了 即便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也可以吞吐自如 不用担心水的威胁 出行就多了一份来去自如的悠闲 因为走得慢 车体面积又大 年过百岁的丁丁车 成了港岛上最受欢迎的广告牌 从百年前的柴米油盐 到今天的金融产品 艺术展览 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畅想 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广告 穿在了丁丁车上 在丁丁车上开一场派对 是现在流行的娱乐活动 清脆的丁丁声中 一路摇摇晃晃 贯穿整个港岛的轨道线路 会把欢乐传遍大街小巷 太平山顶的缆车 也跑了一百三十多年 但它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进行一次升级 今天是第五代缆车 退休前的最后一天 仍特意赶来见到最后一面 当被问到坐缆车时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 香港人大都会害羞地一笑 然后告诉你 拍拖 抵达山顶 天气已经放晴 一百多年 每一个这样悠闲的黄昏 景色或许不同 但心情大都相似 在这里不谈琐碎的生活 不谈繁忙的工作 只谈美景 只谈恋爱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 多年不变的共同记忆 却有很多 作为港岛与九龙间最早的交通工具 天兴小轮已经在海面上摇晃了一百二十多年 与后来出现的地铁比起来 它已经不够便捷 但百年来基本不变的外观 线路 还有低廉的票价 让它在游客中广受欢迎 城上天兴小轮 从过去使到现在 在不同的时光里 从未改变的 是吹在身上的海风 洒满湘江的夕阳 和家的方向 最后的旅程 从一所大学开始 了解一段守护家园的故事 飞越大桥 机场 看那一座城市 如何用现代演绎历史 高楼林立的香港 是座年轻的城市 但在这里 你总能找到中国近代 百年风雨留下的痕迹 这栋大楼 仍保持着一百多年前初见时的外观 1892年 孙中山先生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 香港西医书院 1923年 孙中山在这里 发表名为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 他说 香港与香港大学 乃我知识之诞生地 从这里出发 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里总有人为了香港 为了祖国挺身而出 1941年12月 日军突袭香港 经过18天的战争 英军战败投降 香港沦陷 抗击日军的重任 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游击队 港九大队身上 在游击队的带领下 乌焦腾全村五百多人 几乎都参与了抗战 最终 他们守护了家园 迎来了胜利 如今 当年儿童团的成员 已经白发苍苍 纪念碑下 也早已不见当年的笑颜 来自登山或骑行的人们 总在这里 纳得一片阴亮 罗湖口岸旁的树林里 也藏着一段过去 罗湖桥曾是香港与内地间最重要的通道 1955年 归国的钱学森从这里回到内地 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传奇 1979年 港商经有这里 谈成了深圳第一笔合资酒店的大生意 而从内地到香港 满载祖国天南海北生鲜 物产的三趟快车 行驶了将近半个世纪 跟对岸高楼林立的深圳比起来 香港北部的这片区域总是静悄悄的 但港深融合发展 正在唤醒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 仅靠深圳的北部都会区 将会成为香港未来20年 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 借助港深高校的科研优势 和珠三角完备的产业链 这些尚未开发的鱼塘村庄 将华丽变身成 可以容纳250万人居住 65万人工作的科创新区 科创产业 也将成为香港金融产业外 第二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香港今天的每一处发展变化 都在让世人见证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 即便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 也只能连接其他的一角 未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将连同深入珠江腹地的九个城市一起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在香港二百六十多座岛屿中 眼前这座平坦的岛屿 面积位列第三 坐落于海上的香港国际机场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每小时最多会有六十八架飞机 在这里起降 但香港人依旧不满足 正在建设的第三跑道 会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一百零二架 路地交通则有了后起之秀 香港西九龙站看起来毫不张扬 但在它的底下 藏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 虽然香港境内的轨道只有区区二十六公里 但它就像植物的根系 与运营里程超过四万公里的内地高铁网相连 从这里出发 数十个内地枢纽城市都可以快速抵达 不论是在地下 天空 还是海洋 你总能找到这座城市对于开放的不懈追求 香港也将在大湾区的怀抱中 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 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成为一座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由至极星的新阶段 香港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迎接来自全球的客人 当然要拿出最好的宝贝 2022年7月3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上宽下窄的外观 院自青铜方鼎的造型 出红色的大门沿用北京故宫的同款风格 每扇门九九八十一颗门钉 也是一颗不少 玻璃材料的使用增加了透亮 还把现代杆领了进来 镂空履制的瓦片 模仿着紫禁城的琉璃瓦造型 被悬挂在室内浪漫又庄重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不追求高耸的身姿 占地面积也只不过北京故宫的百分之二 却尽力展示了九百多件 从北京直运而来的珍贵文物 室内空间有限 但不显局促 人们透过十五米高的落地窗 一眼就能看见整个围港 往后镶嵌于此的每一块玻璃 将一起映尘香港的美 让这个大方顶成为独一无二的礼器 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 从香港看见整个敞亮的中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